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認中共要求NIH刪除病毒基因罪列 殺毒軟件創此人麥卡飛死在西班牙監獄 露露他中共建海底電艦求助澳洲 法國宣布台灣沒有打疫苗也可入境 中共犯罪首腦值一帶一路不法謀利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張欣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5日星期五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國研究人員曾要求福西上司、 阿林斯領導的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從一個關鍵科學數據庫中 刪除早期新冠病例的病毒基因罪列 此舉讓人擔心 研究疫情起源的科學家可能無法獲得關鍵信息 據《華爾街日報》24日報導說 病毒溯源難度加大 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證實 去年6月認一名中國研究人員的申請 刪除了這些罪列 這些罪列是該人員提出這一申請前三個月提交的 去年3月 中國研究人員將這些資料提交給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數據附加 該研究院在一份聲明中說 提交數據的研究人員擁有對其數據的相關權利 並且可以要求撤回數據 最近 阿林斯承認美國國內衛生研究院資助了武漢實驗室 以有證據披露 阿林斯和福西及其組織與中共軍方企業合作 也引發美國政府和民眾的強烈質疑 22日 西亞圖福瑞德哈金森總流研究中心的病毒學家布勞姆 在網上發表的一篇新論文中說 刪除的數據包括去年1月至2月期間 在中國武漢市收集的新冠肺炎住院患者 或疑似病例的病毒樣本中提取的病毒序列 報導說 外界擔心疫情起源研究拼圖可能因此缺了關鍵一個 有報導說 世衛組織率領的國際團隊 和其他科學家正在調查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起源 為此 科學家需要有管道取得可透露 新型冠狀病毒如何感染人類 並開始散播的資料 早期病例基因定罪從數據附中移除 將讓科學家更難追溯疫源 可能拖慢相關研究速度 布勞姆表示 那些資料大多局限於從2019年12月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感染事件十多名患者 及去年1月底前少數病患身上取得的病毒樣本基因定罪 基因定罪資料移除 使得疫情爆發初期流傳武漢的病毒圖像稍微扭曲 我們未見到更多類似定罪的原因之一 可能是相關人員沒有全心全意的將其公諸於世 路透社與美聯社星期三證實 麥卡菲反病毒軟件公司創始人約翰·麥卡菲 星期三被發現死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監獄中 西班牙國家法院無奈前批准將他引渡到美國 他面臨逃緒刑事指控 西班牙世界報援引加泰羅尼亞司法部的話說 75歲麥卡菲被關押在加泰羅尼亞的布賴恩斯2號監獄 玉伊曾試圖對他進行搶救 麥卡菲在去年10月 在巴塞羅那的國際機場因逃稅指控被捕 此後他一直被關押在西班牙的監獄內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 麥卡菲隱瞞其推廣加密貨幣、諮詢工作、演講活動 以及出售人生故事的版權收入 從2014年到2018年 麥卡菲都沒有報稅 司法部表示 麥卡菲和他人涉嫌參與加密貨幣的黃牛計劃 並用虛假和誤導性的代言推文 在網上積極推廣加密貨幣 認為的抬高期市場價格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一項民事訴訟中 指控麥卡菲從虛假和誤導性的加密貨幣推廣中 獲得了超過2,300萬美元的微披露收入 麥卡菲在1994年從他創立的反病毒公司辭職 據《路透社》24日報導 兩位消息人士說 太平洋島國魯魯正在就建造一條海底通訊電纜進行談判 該電纜將連接到一澳洲網絡 美國及其太平洋盟國擔心 由中國鋪設的電纜可能會損害地區安全 然而在24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卻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中國企業在網絡安全方面始終保持著良好紀錄 所謂中國間諜活動毫無依據 今年稍早在世界銀行牽頭的海底通訊電纜項目中 華海通訊技術有限公司給出的競標價格 要比競爭對手的競標價低20%以上 由於擔心會由華海通訊拿下這個項目 魯魯協助讓這個項目流產 華海通訊前身是華為海洋網絡有限公司 亞洲開發銀行ADB向路透社表示 魯魯現在已向ADB探訊 尋求資助替代方案 兩名消息人士表示 於是新計劃將涉及從魯魯到所羅門群島首都 放尼阿拉鋪設一條電纜 兩地相距約1,250公里 然後這條新線路將接入珊瑚海電纜系統 它是一個連接澳洲和所羅門群島 及巴布亞新基內亞的4,700公里網絡 該線路主要由澳洲出資 由總部位於悉尼的Vocas集團建造 在2019年完成 已排除當時華為旗下華為海洋的競爭報價 消息人士說 魯魯的計劃需要澳洲和所羅門群島的加入 目前還不清楚魯魯是否已經要求澳洲提供財務援助 或魯魯是否只需要澳洲允許加入珊瑚海電纜系統 據中央社報導 24日法國外交部正式公告將台灣列入邊境開放六區國家名單 台灣民眾前往法國是和歐盟居民 不需要打疫苗也可以出入境 進行觀光在內的非必要移動 法國外交部的公告還寫道 由於冠狀病毒以及各種變種病毒仍然活躍 因此出入法國境內需持續管控 法國政府根據疫情最新狀況 6月7日制定新一波邊境開放名單 24日宣布的公告中將台灣列入綠色國家地區 也就是沒有出現任何活躍的病毒傳播 也沒有發現任何令人擔憂的變種病毒 六區除了歐盟國家外 還有加拿大、美國、南韓、日本、以色列、新加坡、新西蘭 以及台灣等疫情穩定區域 另外,根據法國外交部公告 陸區民眾無論有沒有施打疫苗 都可以非必要原因入境法國,包括旅行 若還未完成疫苗接種 入境需要檢附72小時內PCR核酸檢驗陰性證明 入境後不需要再做檢測 也不需要檢疫隔離 習近平力推串聯並煩榮歐亞非的一帶一路窗椅 不過美國智庫的研究發現 這行窗椅已淪為中國犯罪手腦從事不法謀利的紡紙 很多罪惡假借這個窗椅到處橫行 CNN報道 美國智庫高級國防研究中心最近公佈一份65頁的報告 分析湄公河下油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和越南五國經濟特區的發展及風險 而中國民營保存公司在當地的營運也是其中的蝙蝠之一 專家表示 這些特區將成為貪腐與犯罪猖獗的溫床 例如遼國的金三國經濟特區與特區主席趙偉最惡名超張 美國財政部指控 中國籍的島城大亨趙偉利用金三國經濟特區經營販賣初期 交易違法野生動物與毒品而謀利的跨國犯罪集團 遍及湄公河流域的經濟特區通常沿著五國交界 曾是背包客最愛的旅遊景點柬埔寨、奔海城市斯亞路 由於大批中國開發商湧入當地大興土務 現在迅速發展為島城 最近柬埔寨軍方經由北京的授意 加強當地的軍備引起華府的關注 美國官員已警告 中國軍方大舉進駐斯亞路海軍基地 原來這座城市有兩棟美國資助興建的建築物 柬埔寨官員沒有告知或講明 說拆就拆 姓明郎籍的三合會大佬運國區是東美集團主席 東美集團正計劃開發位於緬甸與泰國交界的塞西港工業區 這項投資是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項目之一 因東美集團與穩國區從事販毒、非法經營博弈、詐騙、 人口販運等升足難書的犯罪活動 在去年12月並美國財政部列入黑名單 華府指控 不少旅居海外的中國籍僑民 藉由一帶一路倡議合理化他們的作為 以掩護違法罪行 尹國區就是其中之一 高級國防研究中心還發現 大多數民營保存公司主事者 是退役的中共安全部隊對職員 該民營保存公司 亦掩護好似尹國區等與組織犯罪有關的人等 得意於駐在國從事軍火生意 今天的新聞和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